教练机是训练飞行员基本飞行技术的专用飞机 在和平时期 教练机常常是空军里单一机种中数量最大的 无论是操作民用或者是军用飞机的飞行员 都需要经过一些相同的训练程序 使用类似的教练机完成基础飞行课程 教练机要求廉价 耐用 容易操作 为了适合初学学员 需要容忍粗暴操作 教练机还需具有很高的出动率 便于大量培训新飞行员 因此需要运行成本低廉 维修简单 实际上这些要求相当可可 优秀教练机的设计相当不易 教练机分初级 中级和高级 初级教练机担负新学员的最初飞行训练任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筛选鉴别出有前途的学员 中级教练机用于训练已经具有初步飞行技能的学员 用来训练对练飞行 仪表飞行等 高级教练机是飞行学员的最后阶段 用来训练复杂的气象飞行 简单战术动作等 当今国界教练机市场上群雄逐鹿 特别是英国航域系统公司的英式 和韩国航空工业公司的T50 都有着强大的竞争力 今天我们来聊聊 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高级教练机之一 意大利M346高级教练机 M346是由意大利莱奥纳多 芬美卡尼卡公司下属的 阿莱尼亚马基公司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 它的研发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 早在20世纪80年代 阿莱尼亚马基公司就开始对下一代高级教练机进行研制 并在90年代初和德国道尼尔公司 共同提出了AT2000 PTS2000教练机设计方案 与此同时 俄罗斯雅克夫列夫设计局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工作 1992年 阿莱尼亚马基公司与雅克夫列夫设计局合作 开始分享研究成果 共同研制雅克AGM-30D验证机 1996年4月 验证机首飞成功 然而到1999年 由于双方在项目需求和优先权上存在分歧 加上俄罗斯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 合作被迫终止 2000年7月 阿莱尼亚马基公司正式宣布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 转而自行研制新型高级教练机 即M346 2003年6月 M346首架原型机完成总装 2004年7月首飞成功 2005年5月 第二架原型机完成首飞 直到2008年才正式进入量产阶段 尽管M346与雅克夫列夫设计局后来研制的雅克130 有着相同的血缘 但却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相比之下 M346更小更轻 但拥有范围更为宽广的飞行包线 更好的机动性以及更高的推重比 M346教练机成员数两人 机长11.49米 机高4.76米 翼展9.72米 最大起飞重量9500千克 装备两台美国霍尼维尔国际公司的 F124GA200涡扇发动机 最大平飞速度1093千米每小时 施速速度167千米每小时 实用升线13716米 海平面最大爬升率101.6米每秒 骑飞滑跑距离320米 着陆滑跑距离470米 最大航程2852千米 作战半径833千米 M346教练机采用了大边条设计 有效地利用了飞定长窝生力 而且其机翼上安装了大面积的前缘机动进翼 其翼根处安装了独特的大面机翼刀 这种设计可以延缓边条翼拖出窝流的破裂 从而有效地提升了飞机的升力特性 和大营角飞行的性能 这些措施使得M346的最大可控营角 达到了惊人的40度 从而有效模拟了第五代战斗机 可控大营角的飞行特性 边条翼的另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防止低能量的稳流进入进气道 这样极大的提高了飞机的进气效率 因此M346近期道的总压恢复系数高达0.97 另外一身融合的机身 被精心地设计成一个升力体 其提供的升力达到了飞机总升力的30% M346的机体结构 大范围地使用了高性能合金材料和碳纤维负荷材料 并在机体结构设计中 引入了损伤溶线设计的理念 这使得其空机结构重量 被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M346的机翼设计思想 主要强调跨音速飞行性能 其采用了变弯度梯形机翼 中单翼布局 机翼前缘后掠角30.8度 机翼延展向有2%的扭转 一肩处相对厚度为6% 一根处相对厚度为8% 在大部分飞行包线范围内 M346都拥有良好的升足比特性 其升至阻力和零升阻力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其拳击最大升力系数达到1.6 因此M346拥有良好的短距起降性能 当其机翼前后元金翼的偏转角度 都为20度的时候 M346原型机的起飞滑跑距离 可以控制在400米之内 量产的M346 由于结构重量更轻 其最小起飞滑跑距离小于300米 M346采用全权数字 4余度飞行控制系统 其纵向镜稳定度被放宽到5% 不仅使得M346机动性极佳 而且可以使飞行员在空中实现 无忧虑操作 另外 它的自动恢复功能可以使飞机在任何异常飞行状态时 恢复定常平飞状态 M346装备的两台F124GA200涡轮风扇发动机 该发动机采用模块化设计 绝构紧凑 装备了双通道全权数字发动机控制系统 降低了飞行员的工作负担 并配备有故障自动监视系统 便于地勤人员维护 M346的两个座舱 都配有三个彩色液晶多功能显示器 和一个平视显示器 其座舱视野良好 其前座飞行员的平视视角 为正时度到-16度 而后座飞行员的平视视野为 正时5度到-6度 方便飞行员了解飞机状态 并感知战场态势 将来 M346还准备装备拥有夜视功能的 先进头盔显示器 其驾驶杆独特的设计 可使飞行员实现 手不离操纵杆 其座舱可选择配置英国的 马丁贝克公司的 MK16弹射座椅 或者俄罗斯的K9300弹射座椅 一般来说 教练机对绝对飞行性能要求 不是很高 最大速度 最大高度 机动性 只要能够达到中等水平即可 也没有挂载武器的要求 但由于高级教练机 拥有良好的飞行性能 赋予高教一定的战斗能力 也成为一种时髦 成为所谓的教练攻击机 教练机不光承担训练任务 也将在战争时期 作为对地攻击机 甚至简易战斗机使用 因此 教练机的作战能力 也成为教练机设计指标的一部分 M346教练机 有9个武器外挂点 机身下一个 机翼下6个 翼尖两个 能够搭载重达3吨的弹药 此外还可在机身下 选择挂装火炮 对海攻击训练时 还可挂装MK2A 马特反舰导弹 可以充分实施对地作战 尽管意大利M346 新型高级喷气式教练机 早在2004年7月 就已经首飞成功 但是直到2007年5月 阿莱尼亚马基公司 才实现了M346教练机 销售业绩上的零突破 5月28日 意大利国防部副部长 洛伦佐福尔切里正式宣布 意大利空军将采购 14架M346高级教练机 意大利空军未来的主力战斗机 将是欧洲战斗机 台风和GSF M346将为空军装备 这两种新型战机训练飞行员 M346最新的一位用户 来自卡塔尔 2020年 卡塔尔与意大利国际飞行训练学校 签署了一项培训协议 旨在上卡塔尔飞行学员 接受先进的战斗机训练 训练机型涵盖了F15 台风 阵风 以及M346型高级喷气式教练机 同年 卡塔尔从意大利订购了 6架M346型高级喷气式教练机 据悉 之前台湾也准备 从意大利引进M346高级教练机 但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出现变故 提出了和前任马英九政府不同的国际国造方针 前者倾向自行研发和制造 后者不排斥与海外厂商合作生产M346 最终这单生意不了了之 蔡英文当局决定自主研发 以宣示发展自主国防产业的决心 总体来说 M346具有超越世界上其他同级别高级教练机的优越性能 全机推重比高 空战推重比接近一 人机界面十分友好 其座舱人机接口技术向第五代战斗机看齐 启动外形设计优秀 最大可控营角可达40度 完全可以模拟最新型的第五代战斗机的跨音速飞行特性和大营角飞行特性 因此 阿赖尼亚马基公司官员称 M346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第五代高级教练机 这意味着M346可以作为F35等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训练飞行员 当前 这款教练机已被波兰等十多个国家所引进 在全球拥有一定的知名度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